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前书一章时节如此说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保罗在这里说的彼此相合 意思不是说 你在团队中要成为点头先生 Yes man 团队需要在同一个意象中彼此相合 也需要以有效且高效率的方式运作 以达成意象 为了做到这一点 团队成员就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 坦率真诚的交换意见 如真言书15章22节说的 不先商议 所谋无效 谋事众多 所谋乃成 当团队领袖滥用职权 将他自己的议程强加给团队时 为了避免跟领袖起争执 团队成员会选择点头赞成 而不做任何真实反馈 这类领袖的行为是愚昧的 如同真言书23章9节所说的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因此 有智慧的领袖应当鼓励团队 展开坦诚的辩论 这样才能够找到最好的工作方式 达成团队意象 一般而言 除非置身于一个相互信赖的环境中 否则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就是为什么说 信任是一支好团队最重要的根基 我们看到 造成团队功能失调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团队成员无法彼此信任 开诚布公 这绝对是建立合一团队最关键的一点 在一个健康的团队中 成员间不会相互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也不怕将自己的私事公开 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 软弱以及顾虑 无需担心遭到报复或者贬低 他们深深了解 爱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 七到八节的经文 现在让我们通信祷告 主啊 请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聆听我们周围 你子民的忠告 帮助我们 在团队中建立 相互信赖的氛围 让大家能够轻松自在地合作 如此仰望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好 最后让我一起思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你认为团队中真正有价值的 彼此相合 应该是怎样的 它与虚假的表面和谐 有何不同 第二 根据你的经验 在团队中坦率 真诚的交流意见 可能存在哪些挑战呢 如何避免这种交流 沦为恶性争执 第三 你所在的团队 如何打造成员间的信任 你认为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